萬子講的性就類似現在 或者類似阿里索德去講本質的意思 所謂本質就是指我們人一種獨有的性質 是人才有的 萬子認為人的獨有性質 人的本質就是一種向善的能力 即是能夠分辨是非善惡的這種能力 即是道德的能力 一種道德的能力 但是阿孫子講的性就不是講人的獨有性質 不是講人的本質 這個性其實是他當時傳統的意思 身之為性 即是說明解字 解這個性的字 身之為性 即是與生俱來的性質 與生俱來的性質就是很多性質的人 譬如我們像動物一樣有慾望 有些性質 其實阿孫子的性滿惡的意思是指說 我們與生俱來有很多慾望 如果我們不接濟慾望 你就會引起爭奪 引起混亂 這樣就會產生惡 原本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看到之後 其實萬子和孫子 他這兩種說法 就我這個解釋之下 他不是衝突的 他不是對立的 甚至乎 如果萬子和孫子有機會對話的話 萬子都可能同意孫子講這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萬子其實講過一句這樣說話 他就說 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人之 易於 即萬子講 人之易於 禽獸者 禽獸者 機器 大約是這樣的 君子傳之 就少人去之 其實萬子是甚麼 萬子說 人易於禽獸者 機器很微小 萬子意思是說 人與禽獸的分別很少 人與禽獸沒有很分別 有慾望的本能 這個機器很微小 就是指這個線 指一種道德的能力 鄉使的能力 君子就存知 君子就會保留 但小人就會捨棄去知 即不理會這種 我們有的潛能 不會發揮這種潛能 如果從這一句 我可以相信 其實萬子和孫子不是衝突 因為它說的性是不同意思 由於我們不搞清楚那些字眼的意思 而引致的針論 在哲學上其實很多 是無數之多 又引起很多無謂的困難 譬如有些問題咬了多年 是沒有答案 是為甚麼沒有答案呢 因為它根本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孫子和萬子的衝突 誰對呢 其實這不是問題 因為它根本沒有衝突 我才說 如果我們能夠釐清了有關字眼的意思 其實那些很多所謂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真的問題 你可以 因為它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一個true question 它是一個super question 其實是 其餘很多種 譬如說 有些叫做 語法奇異 語法奇異 是由於那個 語法結構另一句說話 它多過一個意思 舉例 譬如說 是可殺 不可辱 我想大家聽過這句說話 甚麼意思呢 通常我們會這樣解釋 是可殺 不可辱 是可殺 不可辱 但你不一定這樣解釋 因為這些building for 其實是後人加上去的 即是我們股民是沒有building for 你不一定這樣解釋 這個不是權威力 為甚麼要這樣解釋呢 你要這樣解釋 是可殺 不可辱 是可辱 是可辱 當然這個解釋不對 不過我們解釋 甚麼叫語法奇異 就是由於語法結構令得這句說話 可以多過一個意思 諸如此類 這些就會令得我們私下口上 產生混亂 我有舉些例子 譬如說 譬如說 金剛經 金剛經裡面 我想有句說話可能大家都聽過 可能沒看過金剛經 大家也聽過這句說話 有沒有聽過這句 應無所住 應無所住而身其深 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不要緊緊 金剛經裡面有句說話叫 應無所住 或者無所住而身其深 是其中一句 其實呢 金剛經裡面 它呢 經常都有住這個字 但這個字其實是很多不同的意思 它最少有兩個意思 在金剛經裡面 我講著 我寫另外一句 你看一下 其實你猜一下它有甚麼不同 應無所住而身其深 是其中一句 有住的 另一句呢 叫做 它可能長些 發 因為要看白色的脈絡 發 這個 啊 發 好像不是這樣說 阿諾多羅三秒 三秒是這個秒 三菩提 發阿諾多羅多秒三菩提心 英雲何住 這個衰菩提問這個 這個脈絡 英雲何住 好 英雲何 雲何 漢伏其深 兩句都有個住字 我解解下一句 法阿玉多羅三秒三菩提森 就是覺悟的解 佛教的覺悟 有了菩提森的覺悟 英雲何柱呢 這個柱是解 其實這句說話就是衰菩提問 釋迦茂利 我發了這個菩提森之後 怎樣保持呢 這個柱是解保持 但是這句英無所柱而申其心 這個柱就不是解保持 是解執著 即是不要執著的意思 英無所柱 因為柱是解執著 無所柱就不要執著 這個柱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執著 第一個就是執著 第二個就是保持 這些例子很多 不是這個字 很多字都是很多意思 如果你看的時候 你就這樣看同一個字 你又不知為何 很混亂地看得到 你不知道它說什麼 我們經常看這些書 為何不明白呢 不明白的原因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有奇異的那些字 因為同一個字可以有很多意思 有譬如說 這裏 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這裏有個心字 這裏 雲羅漢伏其心 有個心字 這兩個心都不同意思 這個 這個菩提心 剛才解釋過 就是你成佛的那個狀態 那個心是這個意思 你覺悟了那個心 這個雲羅漢伏其心 這個心 就不是這個意思 就不是解那個心 那個意思 即是不是解悟了那個狀態 這個應該怎樣解釋 你猜一下 要降伏的 這是什麼心 因為覺悟的心 你不用降伏它 這個要降伏的心 你猜一下為什麼 即是妄心 即是妄心 虛妄的心 即是用佛家的說法就是 虛妄的心 我一個例子 尤其是中國之外 那些所謂的天 度 心 性 理 這些字其實很多意思 即是如果你這樣看 你其實不明白它說什麼 除非 有你本書去解釋 這個字在那裏這樣解釋 這樣就會好些 如果你至少看 因為我們不是 我不是 可能你都未必不是 因為通常我們都沒有 古文訓練的 即是我們這一代 我們是看不明白那些 古文說的東西 你看孔子、馬子好些 你再看一些你不知道說什麼 佛青那些很多時候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我讀這個時候 就很多出現這些問題 即是很混亂或者不清楚 或者我先停一停 會不會大家可能有些問題